永皇和三阿哥 毕竟是您的亲生儿子 气过了就过了吧 永皇现在抱病在身 谁都不敢接近 三阿哥也是垂头丧气的 乖可怜的呢 其实其他的 朕一点都不介意 朕最介意的 是他们居然基于太子之位 皇上 您正值壮年 阿哥们不敢有这样的心思 尤其是永皇 哲敏皇贵妃去世的早 臣妾也有疏忽之处 永皇能仰仗的也只有皇上 他不敢有这样的僭越之心 他们就算不敢 也有这样的心思了 圣祖仁皇帝子嗣众多 他的长子 允提 有了夺嫡之意 被幽禁致死 有着前车之剑 朕怎么能不提防呢 朕当然希望自己的儿子 能够听从朕的话 顺从朕的心意 朕难过的时候 他们怎么可以不难过 当着嫔妃 还有宗亲的面 与朕不同心同德 叫朕怎么能忍 夫妻儿 吃吗 主 为何孝贤皇后崩逝之后 皇上如此深情 念念不忘的 索星啊 苗记着 人只有活着的时候 真心相对 互不相宜 才是最好 索星啊 你也不小了 该出宫嫁人了 姜宇并不错 本宫会回禀皇上 把你赐婚给他 可是奴婢 还想多伺候逐几年的 我要再不把你嫁给他 姜宇并在背后会恨本宫的 本宫希望你 出宫嫁人 安稳地过日子 多谢主 主儿 主儿 此内宫来传了好几趟话了 请您立刻去一趟 好几趟 说什么事了吗 不知道 走吧 既然还在哪儿 三方面 我可是 不是 不是 您的 您的 福洁啊 怎么了 给哀家画了几十年没 今儿个怎么哀家看着这么别扭 奴婢知错 如意既然你来了 那你来给哀家画 是 落鼻挺利索 下手更利索 怪不得两位皇子都折在你的手里 秦妃 秦妃 皇子受罚 皇子受罚 秦妃非报病不诛 在太后心里得意最多的就是臣妾 自然会对臣妾有疑心 但请太后明见 臣妾并无此心 你无此心 那还能有谁 太后心如明镜 皇上雷霆大怒 无非是二位皇子 对皇位动了 不该有的心思 这样的心思 谁又能左右呢 如若臣妾有心做什么 这也太过明显 岂不是给自己招货 那你的意思是 两位皇子自己的错 皇子们也许 也是一时糊涂 尤其是永皇 生母早逝 幼年的时候 由臣妾教导 太后如何真要怪罪 就责怪臣妾 当年教导不善吧 果然是乌拉纳拉氏 说辞 滴水不漏 比起你姑母当年 长进不少 怪不得 你姑母宁可舍自己 摇保你 姑母 姑母过世已久 臣妾若有什么长进 也全是太后的教导 哀家可教导不了 你和你姑母一样 成为皇后 姑母确实叮嘱过臣妾 要成为皇后 延续乌拉纳拉氏的荣光 可臣妾无能亦无知 想了这么多年 也没想明白 为何延续家族的荣光 就非要为之中功呢 当年你姑母 就是被她自己 这个心思困死的 想想看 哀家从来没做过皇后 可如今 好好坐在这里的是哀家 来日和先帝 一起同学共眠的 也是哀家 再想想你姑母 和她那份执念 是不是很可笑 太后说的是 姑母当年绝望而亡 臣妾也只有心疼 却也想着 若如姑母一般成为皇后 又能如何呢 人生如春蚕 作茧自果蚕 你自己好好思量思量 要不要和你姑母一样 作茧自负 成为皇后 参加你 你比对皇后 还娶从来 你以为皇后 可求你 宫如今 皇后 有皇后 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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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我听说太后急召姐姐来慈宁宫 可有什么事 无事 若无事 太后不会特意召见姐姐 可是太后问起了 大阿阁和三阿阁的事 我去找太后说明白 这件事情是我做的 和姐姐没有任何干系 这件事就到这儿了 已经了了 也不要再提了 姐姐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做跟我做有什么分别呢 姐姐 我以为 你不喜欢我很绝 再也不会理我了 我明白你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我考虑 只是这样的事 不敢再有第二次了 即使躲得过太后的雷霆之温 也逃不过自己的良心 我以为你 我以为你